而民進黨平南選區立委在議員徐展維退選之後 立委莊瑞雄接棒呼聲高 昨天中常會上主席賴清德還點名莊瑞雄說 接下來對你跟對黨都很重要 讓他嚇了一跳 似乎也是在勸勁他轉戰平南立委 不過莊瑞雄移走認為是槍刃所難 主席就突然講說莊瑞雄 接下來對你跟對黨都很重要 中常會上突然被賴主席cue到 莊瑞雄嚇了一跳 到底什麼事對黨很重要 建議莊瑞雄上電視要戴眼鏡 啊 就是打電話來的 真的心臟會漏拍 賴清德中常會直接點名莊瑞雄 讓與會者都愣住 後來才接說民眾建議你上電視戴眼鏡 看來比較斯文 賴是幽默引全場大笑 但是否話中有話 勸進接棒選平南 我當過人家總幹事人 再下去選這個強人所難 他們都是做了最好的一個 自主的一個管理 戴眼鏡還做得到 但要選平南 對決蘇正清兒子蘇孟淳 不好意思說聲做不到 過去裝蘇兩人同屬英系 還曾搶平南立委 最後莊瑞雄決定退讓 這回綠營平南戰將 人選勾集 莊瑞雄堅定不參與 對決 蘇家打戲 如果說黨內沒有其他有意願的人 那也不妨可以考慮民主大聯盟的方式 讓新人或是有戰鬥力的年輕人有機會 過去蘇家在屏東經營了幾十年 那你現在就要把他推出去 那何不把他召喚回來 這個都是智慧 暗示徵兆蘇孟淳解決佈局困境 也得看賴主席同不同意 這次選劉淳一台報道